24小时都学习的 那我们就请水哥上来看看 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什么东西好吗 谢谢 在我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究竟自由是什么 或者我讲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自由不是电制 因为它不可以随意开关 自由也不是打工仔 它是完全没有下班的时间 自由是一条锁匙 靠去脱离受束缺的世界 自由是数据 有的时候你不会很在意 但是你没有了就会特别紧张 今天是8月22号 我从6月9号参加 从6月9号到现在 我数过其实已经过了75天 但我很肯定 我们经历过的事 绝对比75件更加多 我消化的东西其实 是已经圆圆不绝地去来到 每一天基本上都有新的事发生 可能是又有示威者被人拘捕 又有人陪上10年的时间 可能会有些家长觉得不值得 或者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 因为正正就是我们争取我们与生俱来 应该有的自由 可能人人对这件事都会感到很厌倦 或者其实过了这么久已经很累了 为什么要继续做 但我肯定我们香港人其实有一个决心就是 无论最后事情去到什么都好 我们仍然是会聚在一起 我们仍然是会为大家打起鼓励 其实说真的 由6月9号到现在 这个香港是我见过最美的香港 因为大家是会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例如你要摸物资的时候 其实你叫一叫 或者做手势 你随时可以拿到 你要摸的时候 像白宝袋那样随时给到你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香港 但是现在是逐渐给一些腐败的官员 腐败的政府 或者是警黑濫权 去破坏我们原本应该有的香港 他们所做的事 根本上是破坏香港的自由 破坏我们原本人应该 是安全的一个地方 我甚至不再敢相信 香港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知道怎样再生存在香港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想过移民 因为有一个很明确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这么想 就是我既然是香港人 有人来破坏我家 为什么要我走 为什么人家破坏我家 是要我离家出走 是要我离开 我不是更加应该去守护这个家吗 现在的情况 其实简直是温水煮卧 他就是想慢慢去淡化我们 现在政府开口 现在政府不提我们五大诉求 他瞒了浓了 不过我们依然不可以放弃 因为这个才是 我们其实是做正确的事 大家今天站出来是没错 有很多人会说 其实我们搞乱在香港 或者其实我们是不是在破坏香港 我觉得绝对不是 因为它现在逃犯条例 就是说回逃犯条例 它虽然不会令到香港 变成逃犯的温床 但是我们要换取的是 香港原本有的核心价值 自由和民主 现在教育局甚至希望 令我们不出声 或者希望令老师不出声 去反对 去在学校不去讨论政治议题 叫老师答不知道或者不清楚 这是在打击我们的言论自由 难道我们就可以密密地接受吗 或者其实今天在座会有很多老师 去和我们围绕去谈谈 或者是去和我们讨论 其实在我们学生心目中 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在一天24小时的时间 除了睡觉之外 其实我们留在学校 是占最多的时间 我们对着老师或者对着一些教育工作者 其实的感情是会很深厚 他们会教我们明辨是非分辨黑白 但是他现在想他们收声 那我们是否真的要去赞同这个做法呢 我们现在我们根本不想会是一个受监管的世界 相信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我们香港不是动物园 我们不是每一刻都被人监视着 这样才是安全 这些不是监视 这些是限制 这些是监管 是不同的 他现在思想和表达自由 他完全是打压着 思想而不自由 物灵死耳 是历史学家曾经确说过的东西 而香港虽然是自由之都 但是近年新闻出版的言论自由空间就日益收窄 很多人就会说是温水厨 说哗熟的时候 也是思想不成熟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的要忍声地去不表达我们的意见 虽然现在可能有很多人 他们都会觉得冲击是不对 或者是他们去破坏是不对 但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有和平地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103万人上过街 200万人又上过街 200家人 200万卡一人又上过街 但是他依然没有聆听过我们的诉求 无论我们再点出来 其实有没有用呢 我们再和平地坐下去 真的有很多人想法 我们再和平地坐下去 其实条例依然是通过 自由依然是会消失 那我们坐来是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价值的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其实有很多 学校不应该打压我们的自由 反而应该教我们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我们怎样去中立处理这些事件 老师应该中立地教我们分辨是非 分辨对和不对 学校应该教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去逃避 或者是推卸责任给其他人 反而我们更加要做的 我们是要找出事情 我们是要正面地回应诉求 然而现在政府就是用逃避的方法 希望有一天我们的香港依然是可以 我们香港人依然是可以相约在煲底随罩相见 其实每次想到这一刻 其实我都会眼濕濕 因为我真的很期待这一天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有一天是可以 有200万人300万人在煲底那里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拥抱 互相支持 我们成功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令他感受到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 我们一天不达到目的 一天都不可以罢休 我知道这么多日过了 大家可能都会很累很辛苦 其实我一样都觉得 心很累很辛苦 我看到香港现在 其实都很心痛很肉赤 不如我们先冷静下来 想想其实香港有多漂亮 救护车经过人海 百万人上街 我们再看看身边 你身边是依然有人陪着你一起过 很多人说香港变了 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有人情味 其实是不是有真的呢 大家记不记得7月1号 一个女仔在立法会里面讲过的东西 她说很害怕 她是更加害怕以后再见不到那四个义士 我们的确是很害怕以后再见不到我们牺牲的义士 他们是在做正确的事 究竟为什么要被人逮捕 为什么我们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香港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 虽然现在政府 警察 黑社会 留下了一笔拜笔在里面 不过我相信香港的美丽一定可以重见天日 灵命而死 不物而生 听完我说这么多话之后 不妨和身边的人说他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多谢 真是不得了好不好 但是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